國際難民為了保密 前導他國尋求庇護 傳出貴婦奶奶一家有高人指點 想利用申請難民的身份 拖延拘留加拿大的時間 外國人提出難民申請 必須在每家境外提出申請 申請核准後 外國人才能進入每家 如果奶奶一家已經進入加拿大 那他們就不能申請難民身份 而只能申請政治庇護 一般申請難民證必須在國內就提出申請 不然就算抵達國外也會被擋下 但奶奶一家在順利入境加拿大後 被發現是通緝身份 才以申請難民證為由繼續待在加拿大 能想出這一步 其實他們早有盤算 宗教 種族或政治因素 而必須離開他的國家 一直到難民申請被駁回確定 因此他們就會有一點比較短的時間跟空間 可以滯留在加拿大 再思考可能再停留 或者是說移轉到其他國家去 難就難在台灣和加拿大 並沒有司法互助協議 必須透過單一個案尋求加國協助 不然這數十億的投資糾紛 就毫無解套方案 這有機關紅 宋香玲 台北報導 等同一 nerve that 這 cuộc檻